消息是白宫现在宣布 美国副总统拜登将在8月17号抵达北京访问 但是29年前的8月17号 这个日子是美国跟北京签署 限制美国对台军售的817公报 所以817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敏感的日子 台湾立委最近的代表团访美的时候 就曾经希望美邦能够更改拜登的访问行程 美国白宫以发新闻稿的方式宣布 拜登副总统将在8月16日离美 前往中国、蒙古和日本三国访问 拜登抵达北京后将会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同时还会会晤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白宫的新闻稿透露拜登初访问北京外 还会前往四川成都参访 由于拜登抵达北京展开访问之时 恰逢美中817公报签署29周年 台湾立委代表团上个月访美时 曾向美方表达关切 希望拜登的访问能避开817 这个对台湾来说相当敏感的日子 817公报这个对台湾来讲很敏感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们不希望美国副总统去的时候 所发表的言论会对台湾造成不利 会是会对台湾的关系有所影响 但是美方消息人士透露拜登访中好不容易才瞧好日子 美中双方都不可能更改 有消息说拜登这次登陆 会就美国9月即将宣布的对台F16AB升级案做解释 同时也会承诺暂时不出售更为敏感的F16CD型战机 拜登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决策人物 但是美国会特别重视习近平未来对美国的回访 因为这是美国禁居里了解 中国这位未来十年最高领导人的最佳机会 中天新闻 张国华终于庭 华盛顿报道 张国华盛顿报道